是因为我真的感恩他 感谢他 我要对他好一辈子 他对我不哭理 我就对他不气 这两天在广东 天天包在海里 然后每次他都是吃海鲜 这么肥的生活 这么大一个 给你吧这个 我不要你吃吧 来 哇这个大肚子 女生之后都没完 喝 正在喝啊 好 好吃吧 30个 喝这其实蛮好饱 不然很香 嗯 然后晚上就吃潮一点 好逢 真好吃 这是有点贵 把清智喝了再吃饭 抹消味啊挺好喝的 继续干饭 吃个虾 吃个虾肥 谢谢 我们做自媒体三年多了 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 把小美娶回家了 还给我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小积月 然后我们在这几年当中 老家建了房子 城里买了房子 也买了两辆车 真的是收获满满 有这样的生活 我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说实话自媒体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 也改变了我的生命 在这里我真的特别感谢小美 因为在深圳的时候 虽然我那时候是她所谓的老板 但那时候我其实是一个落魄老板 因为19年年底疫情开始 我所有店的生意都一落千丈 然后加上本身就资金出现了问题 而且还负债 对甚至付了很多债 但是呢小美对我是不离不弃 很多人说我是为了你的钱 她跟你在一起的 嗯 当然 主要是为了我的 严 不是为钱是为严 是魅力啊 没有严也没有钱 只有魅力 只有魅力 嗯 我其实从 学校出来 22岁 我那一年我就能赚到30万 接下来几年都是每年赚五六十万 所以在我25岁的时候 我全款买了一辆五十之外的奔驰 那时候真的 我感觉非常非常的疯狂 啊 也很高调 那时候就觉得 人是会一切顺利 一切都是坦途 但是随着这个 生意越不越大 店越开越多之后呢 孩子能力跟不上 我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 所以呢 到最后到18年19年 其实财务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那时候有很多的 我们店里很多的人 就小美跟着我 从宁波来到深圳 所以我来到深圳 就是深圳很高调 如果不是自媒体的话 不是做直播 不是做抖音 真的不知道未来 我们该何处何从 啊那时候真的很迷茫 但是 做了自媒体之后发现 又给了我们一条路 让我这个重新振作起来 然后到现在的话 呃就 生活总体来说就是 改善了很多 改善了很多 一事无忧吧 对吧 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那现在目前这一刻 我是很幸福的 带着老婆孩子 来到广东来到海边 吃着海鲜 吹着海风 对吧 在海边玩耍 小孩子她的成长也比较顺利健康 真的非常非常地感慨 说的我都想哭了 真的谢谢小美 对我不离不去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对小美呢 嗯 就是有时候网友会觉得我 哎什么事都干 什么都不想要小美干 是因为我真的感恩她 感谢她 我要对她好一辈子 她对我不离 我就对她不起 真的很少有人做到我这样子的 除了我找不到第二个了我跟你说 嗯 你是最多一无二的 你是最棒的 是真的 喝一杯饮料 温柔善良美丽又贤惠 而且还孝顺 我们一样知道的人 其实都好佩服我 嗯佩服你 佩服你 有眼光 你打那么敷衍啊 突然你有眼光 佩服我这个破裂小的 有眼光找我的潜力多小都不容易 所以我真的 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非常幸运 啊好给爸爸给你 好不说多了 说多了写的矫情 明天继续开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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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